近日,何杰在节目中自爆上学时,曾有很多追求者,就是上学放学送你回家还会往家里打电话的那种,甚至还有一名男生天天尾随他。 对于大学只上了半年就出道仪式,他也直言,蛮遗憾的,大学的生活我也没有体验透彻。 随后,影儿坦言,大学时期有谈过恋爱,但对于嘉宾在大学时就认定对方要结婚,他也表示,感觉很不可思议。 非法娱乐时事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